跟大家分享一部電影 就是我昨天去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看 這是昨天上映的Capture Marvel 就是這個所謂的驚奇隊長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寶可夢分享的驚奇隊長的海報 居然不是那個女主角 反而是這隻貓 這隻貓叫Goose 它叫Daitoer 基本上我自己是很喜歡動物的 我喜歡貓 但是因為我在台北 跟人家租房子嘛 所以不方便養貓 我自己的老家有養過貓 所以你看到貓出現在電影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特別的開心 如果是貓女的話這樣子 那其實Capture Marvel裡面呢 這隻貓Goose 它所佔演的戲份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它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如果您自己本身是喜歡愛貓一種的話 我個人非常的建議 你就看這部電影 這個經濟超人真的還不錯 它有漫威該有的那些娛樂性的效果都有了 而且它其實沒有很冗長 大概兩個小時 我們的故事就是這隻貓 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應該算是畫龍點睛 它不是說只是一隻寵物貓而已 它其實在裡面有它自己的一個角色 跟扮演 其實很有趣 所以如果您自己喜歡是愛貓 我就不要爆雷了 你就週末的時候找個時間 跟朋友一起去看 很好玩 我個人非常喜歡它這個設定 它將來應該還有機會會再出一場 這次的那個驚奇隊長 它其實就是把 它其實做到應該是在漫威第一屆的那個宇宙 它的那個整個漫畫的宇宙史 應該算是做一個成仙起後的一個轉角的角色 就是它其實是在那個復仇的聯盟出來之前 它就已經先跟神盾舉有做過接觸 這也是這次故事的一個梗蓋的開始 這樣子 所以如果您還是不太了解這個整個就是 八點檔連續劇的開頭 它這個到底是怎麼演的 你來看這一集 它就是到底這個Avengers 這個復仇者聯盟是怎麼開始的 就是從這個故事開始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其實你沒有 你不懂之前的那些梗 或者是沒有看過復仇者聯盟系列的電影 都沒有關係 你看這部片還是看得懂 所以真的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 就是也可以去看這個 驚奇隊長 真的不錯 它真的很強 超猛的 哈哈哈